在反对党议员集体缺席下 沙巴州议会迅速通过 两项天然气供应监管权的法案 值得一提的是 远任沙巴副首长邦莫达的座位 已经搬到对面的在野党区 邦莫达的新座位位于 民兴党苏拉巴亚州议员詹佐的隔壁 不过由于逼宫阵营的沙巴 国阵和民兴党都缺席今天的会议 因此哈兹兹对面的在野党议席空荡荡 虽然哈兹兹迄今还没有宣布 隔除邦莫达 但从议会座位来看 邦莫达已经失去副首长职位 另一方面 西蒙七名州议员的座位 则从在野党区 转到执政党区的后座议员位置 在民兴党和国阵联手发动政变时 西蒙选择支持哈兹兹 保住哈兹兹政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